欢迎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 Sydney Bean是美国一个挺典型的 非常普通的一个女孩子 她今年至24岁 那么最近她的一段生活的经历 一个非常普通的经历 她放到TikTok放到网站上去以后 使她变成了一个网红 所以她接触不断的 制作一些这方面的单元 这方面的内容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 她在纽约时报写的一篇文章 她自己把自己的这22岁的时候的 一段经历来告诉大家 她是一个当时写文章的 她回顾的时候 说2021年的时候 她只不过是22岁的一个女孩子 那么是在大学里边 在念金融的专业 想获得一个四年制大学的 这么一个本科的学位 同时收入比较微薄 一边念大学 一边她还在一个学校里边 一所小学工作 因为她没有大学的学位 所以在小学里边 做的是辅助性的工作 薪水不高 每小时9块钱 然后就住在 这个Boissey Idaho 在爱德华州的这么一个地方 9块钱的这个收入 在洛杉矶在纽约 是没办法 恨不得是没办法生存的 租金肯定也是不行 当然在Idaho这个地方 你看 她要租一个 两居室的一个公寓的话 那个租金还要1900块钱 她为了减少一点自己的负担 所以就找了另外的一个人 一起合租 那个女孩子 是她在遛狗的时候认识的 他们的狗先成了朋友 于是她和那个女孩子 等于觉得也不错 那个人是学医的 所以两人说 那我们就合租这个公寓吧 于是两人就合租了这个公寓 就没有想到一开始觉得还可以 但是很快 他们就发现实际上 他们两个人是 就是不合拍的 基本上没有办法在一起住 原因是那个女孩子 她可能比较喜欢 可能比较喜欢社交 所以经常请一些朋友 尤其到周末的时候 请一些朋友 到她的公寓里边来 因为这是个两居室的公寓 一来以后 就会有一些 比如说喝酒啊 放音乐 震天响 然后呢 她时不时的 还会把自己的狗 放在那个笼子里边 一关就是 照她说就是 一关就是八个小时 那她那只狗呢 是个大型狗 是一个罗威娜 罗威娜的一个昏虫狗 所以呢 那个狗在笼子里 关的时间久了以后 她就开始要叫啊 要让自己的主人 要放她出去遛狗啊 要去遛狗啊 于是呢 她下面住的 她公寓下面的 这些邻居啊 不满意了 一天到晚在吵 一天到晚音乐响 然后狗叫之类的 不满意 就要求 他们的那个 公寓的管理公司啊 把他们赶出去 所以呢 她就面临这样的困境了 嗯 我相信在美国 读过书的人啊 或者是生活过的人 不一定是读书的时候 都可能经历过 都有过类似这样的经历 就是生活其实是很困窘的 不过我读这个文章的时候 让我很惊讶的是啊 呃 一小时挣 九块钱 那么就算它是全日值吧 呃 八九七十二 那么一天挣 七十二块钱 然后一个月 如果工作二十二千的话 那算起来 大概就是一千五百 不到一千六百块钱 一个月 嗯 嗯 这个房租不便宜 我到时发现 爱德华的房租这么贵 但是他还养了一只狗 呃 我看他的 在这个文章里边啊 他说他这个 这个room mate 呃 经常会拖欠一些 这个房租 那他有时候还得 从自己的学生贷款里面补上 呃 他这个朋友学医 那我不知道学医 是要多长时间 反正看来钱是不少花 然后又拖欠这个房租 呃 还有时间去 都有时间养狗 然后都会去 嗯 呃 开个party 什么时候偶尔的 当然他可能少一点 但是他这个朋友 又喝酒又开party 这 这个 美国小孩的这个生活方式 让我是挺难理解的 不过呢 呃 有的时候啊 人是很有运气的 那么在 这种生活窘迫的情况下 像我个人的经历 那你就是 拼命去找工作吧 我是碰到过一些贵人 呃 让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变 呃 为我以后的这个生活 也见到很多基础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主人公 他这一成为网红啊 那可能是有一些原因 那么他的生活改变呢 是一条我们平常人可能没有办法复制的过程 对 呃 刚才说了 他的这个室友啊 一起合租的那个大学生 他也感觉到 他也感觉到没法忍受了 所以呢 他就准备要搬出去 那想搬出去 你就得找房子 于是他就在网上 在Zillow啊 在什么这这种网站上就开始开始哈 出租房子的这些网站上就开始找 能不能找到一个稍微便宜点的 就是说一居室 然后最好单价不要超过一千块钱 这种收入的啊 就是这种月费的 结果找不着 找不着 其中有一个呢 他还看上了 一个月 一个房间只需要五百块钱 也是跟人家一个合租 但他在看具体的描述呢 他觉得也不太合适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屋主是一个单身的男性 有一间房间出租 他说可供18到35岁的单身女性入住 那么光是这一段描述呢 他就感觉那个屋主似乎有点居心不良 要找一个单身的女性 做自己的这个室友 那这个他觉得不太合适 所以呢 那个时候呢 他这小女孩看来是比较有这个 就是说有规划 他对自己的人生可能有点规划吧 所以呢 他就这时候呢 就开始上网去顺便也看一下 因为他那时候是买不起房子的 因为每个小时九块钱的收入 这个他根本每个月连存款都很难存下来 所以呢 基本上是买不起房子的 但是呢 他说我总有一天可能会买房子啊 于是呢 他就也顺便的看一下 当地的这个房价呀 他的这个信用评级能带到多少款呢 以及他每个月根据自己的收入 可能能支付多少月供啊等等啊 就是了解这方面的信息 他知道他现在买不起房子 但是没想到的是 在2021年圣诞节那天呢 突然时来运转啊 那个余昊是碰着贵人 他呢 碰着一张呱呱乐的彩票 先说一下啊 这个彩票不是他自己掏钱去买的 是他在圣诞节的时候呢 有一个家庭聚会 我发现美国人这个家庭聚会挺有意思的啊 会做一些小游戏 而这个游戏是有奖励的 就是他妈妈呢 在周围的便利店买了150块钱的 当地的这个瓜哥乐的这个奖票 然后呢 他在他们家 他妈妈在他们家的厨房里边 放了一个桶 然后呢 拿那个布袋子里边装了一些豆子 可能是作为这个像咱们的沙包一样 对对 做了一个这样的东西 然后让他们往桶里去扔去 那么扔到桶里面呢 就有可以得奖 那么奖品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好多的瓜哥乐彩票 你可以随便去抓去 那他和他的兄弟姐妹 他哥哥什么的 就一起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吧 欢乐的玩了这个游戏 然后他就幸运的得到了一张彩票 那么这张彩票呢 在后面就改变了他的命运 对 这张彩票呢 是他 因为他投的不准 投的不准以后呢 得到的那个彩票 比他的兄弟姐妹都要少 这时候呢 他妈妈好像有点不忍心了 不落忍了 这个女儿怎么准头太差 有一次他又没投进 没投进的时候 他自己可能也挺沮丧的 他妈说 没关系 再给你一次机会 看看能不能投进 这次他投进了 投进了以后 他一摸 桶里头的这个彩票呢 摸到了一张面值5块钱的 这么一个 咱们不知道 在Boise 在爱德河 有一个一种彩券 叫做 Silver Bells Holiday的一个 scratcher 就是假期的这么一个特殊的彩券 假面值是5块钱的 所以等他们玩完这个游戏之后 大家就开始兄弟姐妹几个人就坐在那儿各自刮自己得的这个奖品了 看看能不能得到什么东西啊 有没有人中奖啊 一会儿这个他的哥哥说 我中了5块钱 一会儿他妹妹说 我中了20块钱 所以大家都挺高兴的 这时候呢 他就拿出来刚才所说的这个面值5块钱的那个Silver 叫做Silver Bells 银铃这样的一个彩券 他就开始刮 他注意到他的这个彩券上头呢 有这么几个号码啊 什么47啊 44啊 21 然后最后一个号码是39 那他刮的时候 刮到最后一排的时候呢 一个号码出来了 39 一般在这个号码下面呢 有中奖的金额 他再一刮 他这个中奖的金额呢 是5万块钱 这时候他稍微有点呆了啊 5万块钱对他来说 是一笔很大的财富啊 所以呢 他就再仔细看一看 那个彩券上头的说明 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这时候呢 看了说明以后 确实看到的是这个5万块钱 他还不敢确认 然后又让他的兄弟姐妹一起 坐车去那个便利店 还有还有那个 圣诞夜那个天晚上还有开便利店的 他就到那去 用自动刷卡 用自动检测的那个机器呢 再一扫描呢 上面确实显示出来说 他是叫做获奖人 于是这下他 这个放心了 看来这张彩票是真的 他中了5万块钱 这件事呢 也是真的啊 于是呢 他就 他还不错 赢了钱以后 还问他的兄弟姐妹说 要不要分一点啊 但是他兄弟姐妹都祝贺他 说算了吧 你现在这个情况呢 稍微紧张一点 这个租房啊 各方面收入还比较少 您就自己拿着吧 那么你自己考虑一下 这笔钱你怎么花法 他说我早就知道了 我这笔钱该怎么花 那稍待一会呢 我们就看看 他用这个5万块钱的奖金啊 做了哪些事情 欢迎继续收听 今日话题的节目 今天跟大家讲的是一个 女孩子的故事啊 Sidney Bean 她算是现在变成一个网红了 那她在22岁的时候 在一个圣诞节呢 她得到了一张5块钱的 刮刮乐 那么她刮出来以后呢 5万块钱的奖金 在等着她 所以她迫不及待的 礼拜一的时候 赶快跑到那个 就是这个首府啊 Boise Idaho的这个首府 然后去彩票局去领这个奖去 七扣八扣 她领到奖 到手的现金呢 大概是三万七千块钱啊 因为在美国超过六百块钱的 各种各样的 不管你是到赌场赌博也好 是中了这个彩券也好 超过六百块钱呢 就等于是当你的那个 现金的收入 当你的这个工资一样的对待了 所以呢 在发给你这个奖金的时候呢 都会预扣24%的联邦税 所以呢 她拿到手里头 大概就是三万七千块钱 这时候 她早就想好了 这三万七千块钱啊 是可以在当地设法作为投款 买一个房子的 所以呢 她就赶紧上网去搜索 看看 Boise这个地方是买不到的 所以呢 因为她测算了一下 她这点钱 拿出来一部分作为当配 然后她每个月的收入 还要月供呢嘛 所以也不能太高 于是呢 再加上她的这个信用的分数啊等等 她估计她能买得起的这个房子呢 大概是在九万到十五万之间 但她又不想撑到十五万 所以呢 她基本上是靠着这个十万出头一点的这个地方 在考虑 于是呢 她在爱荷华州的一个另外一个城市 叫做Polcatello 这个地方呢 买就是看房子 看中了三个房子 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在整个的爱荷华州呢 并不算一个很好的地方 据说是在爱荷华州 是叫做最危险的地方之一 但是呢 也只有在这个地方 她可能房价也比较便宜 所以呢 她看中了三个房子 但是最后就看中了其中的一个 这个房子呢 是一个一居室 只有七百平方尺的 这么一个比较小的房子 但是问题 她只有一个人 再加上一条狗啊 所以院子还比较大 所以又适合养狗 于是呢 她就准备把这个房子买下来了 嗯 这个房子呢 听起来是不算很大啊 七百多尺 七十多平方米 我相信很多 如果去过中国大陆的朋友 可能会看到 就中国大陆的这种 有特别少的 一个大房间 一个小房间 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厅 一个小不停点的厨房和厕所 大概就是属于 这么大的一个房间 她这个房子呢 大概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异端又不是特别好 但是价格呢 还是出到了 要到了 十一万七千美元 那她的贷款额呢 刚好是可以带到这么多的款 那么再加上她的首付 她没有把这个三万七千块钱 都作为首付啊 她付了两万三千块钱的首付 那么按照百分之三点三七五的这样的 左右的利率吧 她每个月的月付呢 只有五百九十一块钱 大概就相当于六百块钱吧 然后她后来又因此而换了工作 开始找到这份工作 在这个城找的工作呢 是一个月两千六百块钱 那就足足应付她的这个支出了 现在她又写故事 在TikTok上面做主播 这样的话她变成一个网络 她的收入就增加了很多很多 让她生活变得比以前要宽裕了不少 对 搬进这个新的房子以后呢 她相当的感慨 就是说 从来没有想过 当然她的这个感慨呢 也是美国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的感慨 因为华人情况不太一样 华人呢一般来说 年轻人孩子想买房子 说实话 大部分的第一个房子 都是父母亲帮忙买的 要不就是父母亲出首贡 要么就是父母亲 就是先付了这个百分之二十定金 然后你自己付月贡 要么家庭好一点的父母亲 大概就直接帮你买个房子了 所以呢 对亚裔的孩子来说 对华人来说呢 这个感受不是那么明显 但是在美国的主流的社会当中 我不管你是白人还是黑人还是西域人士 她就说了 她说在我们美国绝大多数二十来岁的孩子 尤其二十二三岁的这个孩子 要想买房子来说是不可能的 首先就是生活成本太高 第二呢就是你的第一份工作 哪怕是大学已经毕业了 你第一份工作恐怕要想努力 不管你多么努力赚钱 不管你怎么样努力的存钱 都不可能存到你的那个可以供你就是作为抵押的那个就是作为这个首付的那个百分之二十的头款 你是你是存不下来的 所以呢 他赢了这笔钱以后呢 等于是 他就是提前几年 就比别的年轻人啊 就快了这么几年的时间 就开始买到房子了 所以他那个感觉还是相当的好的 我也是有这种感觉 就是说在美国 你如果想要把这儿当成一个家的话 有一个家的感觉的话 你首先要有自己的房子 因为自己买房子 属于自己 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 和租那个公寓的感觉 是完全不一样的